慈濟第五年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大会 慈濟纽约分会先举办了一场记者会 邀请担任主讲者的两位海地职工 分享他们的故事 2014年第58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大会 正式在纽约展开 今年慈濟联合国小组 特别邀请两位来自海地的女性志工 秘瑞尔及艾莫林前来纽约 在慈濟举办的论坛上 分享他们个人的经验与故事 并在纽约分会举行的记者会上 献身说法 慈濟将主办一场希望之光 偏远地区妇女楷模的论坛 而担任主讲者的海地职工们 也对这个论坛充满期待 我稍微有点累的 因为我的论坛充满期待 所以它是重要的 它是重要的 要知道 外面的行动 外面的行动 在海地的行动 女性的姿勢在明月中 因為是國際上場 現在是五年參加了五年 我覺得我們要分享這些故事 讓我們能夠聽到 真正的影響 在那些政策的生命 影響這些政策 即使是健康的發展 或是性格的性格 連結他們真正的人 而原本也受邀前來參與大會的 菲律賓志工 因為簽證問題 最後一刻無法前來 但他們仍將以越洋視訊的方式 分享他們在海焰颱風 救災過程當中的點滴 大一新聞陳冠儒蘇小韻 紐約報導